部分全部輸出完 那應該怎麼改 首先當然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有第二個變數 一般習慣會叫做 for i 我的習慣是 縱向的 這個方向是追 橫向的這個方向是i 那當然你說老師這可不可以改 可以啦 我發現好像也有人習慣顛倒 可是我發現我顛倒之後 我寫起來我就覺得整個就不對了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你自己個人怎麼習慣 你就怎麼寫吧 那我是習慣這樣子 那所以我在上面再增加一個什麼 按一個TAB鍵 我先把這個 for j這個部分複製上去 那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它改成for i就可以了 那下面因為有一個for 下方一定要有多一個nest 有沒有有頭有尾嘛OK 那一般習慣是說 如果你有兩個for回圈的話 通常呢 會把中間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把它 讓它換到下一階 不然的話你會看起來怪怪 怎麼兩個for兩個nest 所以呢你階層的話呢 就是選 他按TAB鍵 比如選這三個按TAB 這樣結構 就會很清爽 當然在VBA裡面 你不這樣子做 如果 階層 他一樣會正確執行 也會執行 可是問題是你將來 回頭看喔 我覺得你會看得很痛苦 那當然如果你把它改成 如果你們想要順便學pison的話 其實他也是差不多的 可是pison是一定要縮牌喔 你沒有縮牌都不行 OK 然後呢 我們加了一個i之後喔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i拿來改哪裡呢 改這個 這個這個地方不是有一個 列哪一列啊 那我現在輸出是第2列到第10列 但是i的值是1到9 一樣的道理 就是 它跟 i的值呢 會相差1 所以你就怎麼樣 把它加1就好了 所以第一個 我增加一個i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我把它輸出的列 如果他輸出的是1 那加1就變2啦 就第2列 如果他變成2 那加1變3 所以第3列 所以這個是輸出到第幾列的 一樣是 第2欄 到第10欄 那應該沒問題 所以這個這個輸出的位置我搞定了 再來的話輸出什麼 什麼的話呢 當然你如果現在執行會怎麼樣 執行看看 執行應該也是會跑啦 執行的結果 應該都變一樣 有沒有 輸出OK 但是你說老實不對啊 下面這邊應該不是1啊 這個應該是變成 下一個應該要變成2 下一個變成3的話 那很簡單嘛 就是把這個1 delete掉 前面再塞一個i進去 然後 空一格 and 空一格 意思就是說 我把這個地方 根據1來做變化 所以第1次是1 第2次應該就變2了 所以再輸出看看 有沒有 輸出就OK啦 這個是1嘛 全部都1 這個是2 全部都是2 意思類推 那尾巴這個地方 最後結果對不對 怎麼 相乘結果不對 因為我們最後這個地方 還要再改一個 就是直接把它改什麼 改成 i就可以了 不能乘1嘛 1乘任何都還是他自己原來的值 所以把它改成i之後 相乘結果 應該就OK了 執行一下 OK了 沒問題 所以其實啦 大概就改了幾個地方 1就是加一個4回圈 2的話呢 就是加這幾個地方 三個地方 把它變動 糾正表就完成了 試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就來看 了解